大家好,猪心能不能爆炒呢?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把猪心一分为四,切成小块 再放到流水下清洗干净 猪心里面有很多血块,一定要清洗干净 接下来把猪心改刀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切好后装住碗中 再加入清水浸泡20分钟 把里面的血水浸泡出来 准备一块生酱切成薄片 几半大蒜也切片 红椒切成零食块 二斤条斜刀切片 准备几根小葱切成小段 把泡好的猪心捞出来碰干水分 一定要用力挤干 把水分挤干了 待会腌制的时候才会入味 接下来开始腌制 先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料酒 白糖和生抽 两勺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淋上花生油锁住水分 腌制10分钟 锅中加入框油 油热后倒入腌制好的猪心 炒至8成熟就出锅备用 锅中重新下入油 油热后倒入姜蒜片 翻炒出香味来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来 加入青红椒片 加入青红椒片 翻炒一会 炒至青红椒断生 然后加入猪心 再来调味 加一勺盐 一勺鸡粉 一勺蚝油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葱段 再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一到下酒又下饭的小炒猪心就做好了 喜欢的话也来试试吧